我因为人到中年被公司辞退了 失落魂落地回家途中 遇见了我大学的上浦兄弟王阳 曾经样样不露的他 开着豪车满脸意气风发 而我这个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却落魄地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 王阳眼里满是嘲讽 哟 这不是我们财大校草吗 怎么四十岁了老婆孩子都没有一个 却不曾想在同学聚会上 包厢里接连进来四个长相帅气的年轻男人 站在我面前奇奇喊了声罢 在场的各位都震惊了 因为面前的四个男人都很眼熟 这不是当红影帝陆文卓上市公司总裁顾名 知名外科医生楚思奇和雇佣兵断铃吗 我突然想起来我十七岁那一年 为了凑齐上大学的学费捐过一次金 相承你看主管面上有些为难 你年纪也大了公司肯定先优化你的 况且公司里只有你是单身 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小张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我文言不由苦笑一声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拿了公司的赔偿走人了 我踹了脚前面的塑料水瓶他妈的 塑料瓶滚到了一个擦的增光瓦亮的皮鞋上 我顺着鞋子往上看去 一个秃头中年男刚从一辆宝马上下来 不耐地责了一声 有点眼熟啊 这火亡羊 江城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我想起来面前的男人是谁了 我大学时候的上铺 亡羊 上大学的时候 他长得又矮又瘦 还满脸痘 现在倒是不长痘了 长得跟年猪似的 亡羊打亮了我一眼 我身上廉价的T恤 嘴角微妙地撇着又 这是在哪高旧呢 我手里还捧着公司里属于我的办公用品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我刚失业 我耸耸肩 刚失业 亡羊眼里的色更浓了 不行你跟着割干割 现在搞工程的 一个工程 小几十万给你口饭吃 还是没问题的 我心下觉得有些好笑 亡羊大学的时候 跟在我屁股后面 将割长将割短的 十几年过去 也是给他抖起来了 我笑了笑 那倒是不必了 我找个能吃饭的工作 还是挺容易的 亡羊被我不软不硬的话 刺得一顿 脸上有些不愚 哥们儿也是好心嘛 相承你自尊心 有点太过强了 这点不好要改 我没搭这话茬 跟我这儿装什么大一把狼呢 亡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过两天 咱们南大同学聚会 你还不知道吧 我敷衍着 嗯 亡羊满脸幸灾乐祸 到时候你一定带着老婆孩子来啊 我淡淡笑了笑 我还是单身呢 亡羊一愣笑开了 那更要来了 介绍嫂子给你 亡羊点了根烟 当初追你的外语系细花陈毅 你还记得吧 现在是你嫂子了 亡羊走过来 点起脚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低头瞥了她一眼 躲开她的手知道了 到时候见 我还记得大学时候 亡羊就喜欢陈毅 追了陈毅三年 陈毅也追了我三年 直到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 她才死心 怪不得亡羊说话一股酸味儿呢 不过老实说 别说十几年前亡羊比不过我 就连现在 我和亡羊的外貌 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不是我自恋 我一米八七的个子 八块腹肌身材比例 好得出奇 就跟行走的一架子一样 这十几年我也没怎么老 出去别人也老以为 我是男大学生 这倒是归功于 我那短暂的婚姻 没了家庭的拖累 我一个人过得自由自在 自然就老得慢 我当初的结婚对象 是我的青梅竹马 朱炎炎 她和我妈说她喜欢我 我妈就拿跳楼威胁我娶她 无奈之下 我和她结婚了 反倒是她两年后 就出轨了 我细数一下 给我至少戴了三顶绿帽子 从那之后 我就对女人进而远之了 只是我生活过得 稍微有些颓废了 实在得过且过 连工作都没保住 想当年 我当初可是男大的 优秀毕业生 拿到的offer年薪 都在四十五万网上 但朱炎炎不让我去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非让我去了个 月薪三千的公司上班 我内心对我妈 当初逼我喝 朱炎炎结婚这件事 也挺不满的 索性就待在了这公司 让我妈后悔 自己的儿子 被个女人毁了 这些年 我和家里的关系 也不远不近 回头一看 我都四十了 居然过成了的笑话 房子房子没有存款 忽略不计 老婆孩子更是没有 我洗了把脸 从健身房回家了 这日子不能再颓废下去了 这些年 我唯一没丢的 就是我的技术 闲得没事 而我也去网站里 做几个代码玩玩 靠我的技术 再找一份儿工作 也挺容易的 也许是因为 我的长相实在年轻 我总觉得 自己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即使已经四十岁了 我也并不焦虑 不过找新工作之前 我要先去参加 大学的同学聚会 王阳那个大嘴巴 在以前的班群里 到处说 我会去参加同学聚会 搞得我欺虎南下 不惧不行了 去之前 我还特意打理了一下 摸了发胶 剃了胡子 换了身灰色运动衣才去 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 正好听见 王阳不屑的声音 江城 嗨呀 长得帅 有什么用 包厢里的人突然都安静了下来 包厢里的人 很多大多是我们那一届 相熟的同学 本来我们计算机系的女生 就少当初为了找对象 所以系里的男生 卯着劲地找其他系的女生联姻 包厢里倒是大半的女生 看起来都是外语系的 只是大家都人到中年 大多身材变形 化着浓妆 和那些长着皮九度的男同学们 夹杂着坐着 唯有其中一个看起来要貌 漂亮的女人 看向我的视线灼热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是嫁给王阳的陈毅 我冲大家招呼着 怎么我一来都不说话了 陈毅下意识地 把自己的碎发聊到了耳后 抿了抿唇脸上红了一片 这一切都被王阳看在了眼里 王阳的笑 收了起来 眯着眼睛看着我和陈毅 我心下暗觉不好 这王阳又要开始了 果不其然 王阳假模假样的 拉开陈毅旁边的位置喊我坐 原本来参加同学聚会 也是因为王阳到处宣扬 当初和我相熟的同学 都发消息 让我一定别缺席 我才来的 我也就可有可恶地 坐在了陈毅旁边 桌上的同学们 工筹交错 男生吹着牛逼 说自己工资有多高 买了车买了房 老婆贤惠 给自己生了个儿子 我边喝酒 边听着眼里有些百无聊赖 可是一双穿着 黑丝的纤细的腿 轻轻蹭上了我的腿 我只见一顿忘了过去 是陈毅 他温柔小意地小声问我 你老婆没和你一起来吗 我单单笑笑离了 不知道为什么 陈毅眼里有些欣喜 汪洋冲我举起酒杯 陈毅起来 敬我的下铺兄弟一杯 汪洋的语气 满是一只气势 陈毅的脸色 难堪极了 我忙打着圆场 咱们男人喝就行了 汪洋酒精上头 脸烧得通红化里花外 却完全不把陈毅当人看 老子让你起来敬酒 你死人了 他站起来 食物腐烂的味道和酒精 发酵的味道 从他嘴里不断喷洒 哈哈哈哈 老子也是发达了 当初上大学的时候 陈毅看都不看老子一眼 只看得上江城 十几年过去了 江城算什么东西 老子一个月赚得 比江城一年还多 在家里 陈毅都把老子 当皇帝捧着的 就是肚子不争气 都生了三个 还生不出儿子 生了一群赔钱货 不过也比江城强点吧 你说是吧 江城 你连个女儿都没有 到时候没人给你养老 可怎么办 我手里举着酒杯 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 场面意识难堪极了 陈毅眼里 强忍着泪水求救式的 看着我 包厢里的老同学 都看了过来 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我轻刻一声 正准备就场 包厢门突然开了 是这里吧 顾明我怀疑 你故意带我们绕圈子 你想偷偷找吧 是不是 几道磁性好听的声音响起 我下意识地 望向了包厢门口 走进来几个 宽肩窄腰长腿的 帅气男人 几个人都长得很眼熟 这不是成华科技的 总裁顾明吗 天影低路闻浊 几道女人的尖叫声响起 面前四个年轻男人的身份 突然被揭晓了 王阳的罪意消散得 无影无踪 他左看看又看看 似乎觉得包厢里只有他 算是有一定 社会地位的男人 他连忙走上前去 舔着脸就要和顾明握手 这不是顾总吗 您大驾光临 我们真是蓬壁生辉 顾明没搭理他在人群里 环视一圈 突然和我对视了 王阳也不嫌尴尬 恭恭敬敬地自我介绍道 我呀王阳前些天还有幸 和您旗下的公司合作了一回 我估摸着王阳 也就是众多供货商中小小的一个 但是刚刚他话里话外却像是 自己是成华科技的合作伙伴一样 身价倒是给自己抬得很高 这是王阳的一贯伎俩 顾明身上的西装昂贵 他居高临下地看了一眼王阳 淡淡地说不认识 王阳面上的表情一将 很快又讨好的说道 没事没事 您贵人是忙 不记得也正常 您今天来是做什么 不知道哪个同学 进来来同学聚会 带着女儿也来了 那姑娘看着上高中的样子 长得普普通通 倒是挺有朝气活力的 他冲到陆文卓旁边 满脸兴奋录影帝天娜 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陆文卓礼貌地笑了笑 不好意思 今天是私人活动哦 就在众人都议论纷纷 究竟这面前的四个长相身家都 十分优异的男人 是来找谁的时候 陈毅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们四个长得还挺眼熟的 有个看不惯陈毅的女人 尖声说道 人家四个都是名人的乐 能不眼熟吗 陈毅脸上也不好看 我是说他们四个 还长得挺像的 他嘴里的话 突然卡壳了挺像 江城的 说着他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地看向了我 王阳立马讥讽一笑 陈毅你给江城家的滤镜 也太厚了吧 就是江城不是单身无业吗 他哪里有本事 有这种儿子 你们这些女的 能不能别光看脸啊 他就一没背景地穷逼 他要是有这四个儿子 还用工作 早就全世界旅游去了 再说了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就江城这样的 能生出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就不错了 男人们酸溜溜地附和着 我倒是适应良好 毕竟我从小就是 被周围的男人 嫉妒着长大的 别小看了男人的嫉妒心 有时候比女人的嫉妒心 还要重 我成绩总是第一 长得也帅有我在的地方 女生眼里 只看得到我这些男的破防 也是应该的 不过我其实也同意 他们的说法的 这四个怎么可能是我的儿子 天杀的 我可是一个 洁身自好的好男人 虽然被钱几绿了 可我也从来不乱搞的 实在忍不住了 我宁愿做守活 也不愿意碰外面的女人的 这些年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 想要包养我的富婆 又或者是像我 头怀送抱的 年轻貌美的小姑娘 我都统统拒绝了 我算是怕了女人了 我从容地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确实对我滤镜有点深了 我单身这么多年 哪里来的 我话都没说完 面前的四个年轻男人 走到我面前 琪琪叫了声 爸我的话被堵在了嘴里 我神色迷茫 我才四十 不至于老年痴呆吧 我仔细搜遍了我的记忆 我确保 我从没和任何一个女人 生下一个孩子 那面前的四个孩子 是等等 我突然想起来 我十七岁那年 为了凑够上大学的学费 捐过一次金 我爸是个爱赌博的男人 把家里的钱 花得一干二净 又欠了很大一笔钱 从我有记忆起 我妈就厌恨我 觉得她的人生 因为我和我爸 才被毁了 我是被我奶养大的 为了减轻我奶的负担 我从初中开始 就会伪装成成年人工作了 我从小就长得 高初三的时候 已经一米七八了 加上我刻意伪装出来的 成熟的行为举止 店铺的老板们 一般不会怀疑我未成年 我在学习上 也有天赋在的 其实我刻余时间 都拿来打工了 但是成绩依旧名列前茅 为了节省学费 我高中还跳了一级 十七岁那年 就参加了高考 以省前十的排名 考入了南大 虽然有奖学金 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但学费和生活费 仍然差了许多 我趁暑假 去了一个水上乐园 做救生员 回家的时候 看到了医院的公告 说是最近 有偿招收捐金志愿者 一次一万五 够我两年的学费了 甚至还有余地 给我奶租个好点的房子 于是我就去了体检之后 一共捐了四次 医生说是 精子存活度的问题 为了确保精子有效 所以每周去一次 刚好一个月结束 我看着眼前的四个孩子 难道 站在最后的楚思琪 是很知名的外科医生 因为年纪轻轻 就博士毕业 回国后 受邀参加了一档相关 的综艺节目 而在国内爆红 他似乎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但是还是说出了口 爸 我们四个 确实是你的亲生儿子 他递给我四分亲子鉴定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不过亲子鉴定上的母亲 居然是四个不一样的名字 我强壮镇定的点点头 并不打算 把自己捐金的事情 暴露在老同学的面前 毕竟实在羞耻 以前年少不懂事 只知道这样来钱快 可我时隔多年后再回想 却发现当初的举动 实在是太不难人了 我明明有很多渠道 去赚那一笔钱 现在好了 搞出来四个孩子 不过他们四个 也并不打算 把这件事 在公共场合说出来 只是微微拱下腰 恭敬地问我爸 您现在有空吗 连一身杀气的断铃 都对我没有丝毫的厌倦 而是低声问道 我们可以等你聚会结束后 在 我看了一眼 周围满脸好奇的人 我看着大家说道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有点急事 就先走了 人到中年 老同学们 也一个个都跟人精似的 是采高捧低的好手 明明刚刚才跟着 王阳一起嘲讽我 现在又变了一副嘴脸 哎 哎 好 不愧是姜哥 连孩子都比我们的优秀 哎呀 看我们江城大校草 这么多年来 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往 和四个儿子放在一起 谁能发现他们是父子啊 这乍一看 还以为是同龄人呢 我在吹捧声中 正准备转身离开 没想到王阳垂着眼 脸上神情莫测 似乎在故意给我找不痛快 老同学 你这混这么好 原来之前跟我面前装犊子呢 我摆摆手 解释道 也是事出突然 王阳不依不挠地说道 你这四个儿子都这么出息 你连炖饭都不请 刚刚吃饭的时候 王阳还志得一满的大手一挥 说今天的聚会 他请客 在老同学面前装够了逼 现在又开始为难我了 我正准备开口说话 顾明突然转身 礼貌地微笑 叔叔阿姨们 我来买单吧 等一下我助理会去结账的 然后他终于正眼看了一眼王阳 至于你 虽然我不记得 承华科技和你合作的项目了 不过从今天合作就停止了 王阳脸色一白 眼里才满是懊悔之意 连忙说道 顾总 顾总 这都是事的误会 王阳脸大如牛 也是个人才 他向大学师讨好我那样 冲我说 诚哥 你说句话 咱俩可是上下铺的好兄弟 我怎么可能打儿子的脸呢 我微微一笑 不敢 毕竟我以后还指望杨哥 你给我口能吃饭的工作呢 这下 王阳的酒是彻底醒了 苍白着脸做了回去 我跟着四个儿子出去的时候 听到他在骂陈毅的声音 你真他妈是个丧门心 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了 怎么看见你老情人 眼睛都直了 人家看得上你这个 不下蛋的母鸡吗 人家可是有四个儿子 我呸 我脚步顿了顿 还是离开了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陈毅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 只是他为了钱 留在了王阳的身边 我只是有些可惜他的选择 酒店外 一辆劳斯莱斯正在等着我们 直接开向了顾名位于市中心的别墅 我们才在客厅面对面的坐下 我看着对面和我一般高的四个大小伙子 头一次觉得有些局促了起来 我没参与过他们的出生与成长 第一见面他们就长这么大了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一个父亲 更别说是四个成年男人的父亲 我努力严肃地开口 你们知道 当年 我 捐金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当初捐金的时候 医生可是说的是 全程保密 即使以后使用了 也不会暴露我的个人信息 但是他们找上了我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想到这里 我说到 你们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 我这里还有一点钱 顾名打断了我 爸 我敏感地发现到 他这句话说的真心实意了很多 我看向了对面四个长相帅气的男人 居然真的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 都找到了和我相似的地方 顾名冷静 陆文卓俊美 楚思奇 温和从容 段林风锐 但四张不同的脸上 却出现了同样的愧疚 对不起 爸 这事儿还是我妈的锅 对不起 爸 多怪我妈 还不是我妈 爸 这事儿怨我妈 四个人一口同声地说 给我整个人都猛了 听他们解释了半天 才明白了事实的真相 高考完后 我在水上乐园做救生员 我是图那家水上乐园的工资高 相应的门槛和要求也高 实际上那家水上乐园 是对标富豪的私人水上乐园 为了满足各位有钱人公子小姐 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颜值和身高的要求 我自然是一路绿灯的进去了 虽然只工作了两个月 但我尽职尽责 从不乱看 长得还帅 据段林说 他妈妈不小心落水 是被我从水里救出来的 他第一眼就看到我的八块腹肌 和刀斑锋利的下巴 没想到我格外纯情 不管他怎么勾搭我 我都眼睛规矩的 不看他的敏感部位 一下子就对我放心暗许了 段林的妈妈 是深海市的黑白两道通知的段家女儿 看上了我自然想得到我 只是调查过程中 却遇见了另外三批人 分别是国内科技公司巨头顾家的大小姐 医学师家储家的女儿 和娱乐公司巨头陆家的女儿 四伙人在背地里争抢了一年 没争抢出个结果 恰好储家大小姐 发现了我曾经捐过金的事情 于是四个女人居然打了赌 说是要看看谁培养出的儿子 最合我的心意 赢了的人才有资格追求我 而这一切 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我大学一毕业 就和祝妍妍结婚了 他们四个都不介意被人摘了桃子 因为我结婚前 他们就调查清楚 祝妍妍根本不喜欢我了 他们四个的主线任务 就是培养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 得知了真相我 也有点傻眼 我虽然长得帅了点 不过我也就是个普通人啊 至于吗 不过从面前四个儿子的表现看 确实是挺至于的 他们四个互相看了一眼 对我说 爸 你选一个吧 最喜欢的儿子 我看了看同样优秀的四个儿子 觉得有些头疼 你们妈妈那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你们四个都是我的儿子 每个人都很优秀 我用欣慰的眼光看了过去 老实说 我对你们的成长没有任何的付出 但我知道你们是我儿子的时候 我却有一种幸福感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就是爱情不是由孩子是否优秀来决定的 我对你们母亲的记忆几乎没有 不可能凭空产生爱情 而你们作为我的孩子 也不需要背负如此多的东西 我叹了口气 你们该有自己的人生的 听我说完 明明在各自领域上 都算得上顶峰的男人眼里却多了些泪话 甘雅的喊了我声 爸 我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好了 一个个都是男子汉 别搞这套 你们过好你们的 我过好我的 我想着自己过去颓废的生活 也有了些感悟 似乎一旦知道了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男人的肩膀上就多了一些叫做责任感的东西 儿子们都这么优秀 我这当爹的也一定不能差劲啊 聊完之后 我们几个去打了会儿球 顾明就把我送回了家 顾明看着我环境差劲的小区 试探的问道 爸 我给你套房子吧 这小区不太好 我看着顾明小心翼翼维护我这个当爸的自尊心 坦荡的笑了笑 那我就多谢你了 就这样 我搬到了顾明送我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公寓里 不过儿子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自从其他三个儿子知道我收了顾明送给我的公寓后 他们顿时急了 陆文卓每天都上门来找我 都二十几岁的男人了 还像小孩子一样和我撒娇 爸 你怎么光收顾明给你的房子 我也有很多钱啊 我正给陆文卓做着晚饭 我看陆文卓的粉丝都说 陆文卓拍戏起来特别拼命 把自己的胃都搞坏了 我无奈的笑着说 你和顾明争什么呢 我收了房子 不是因为我刚好缺个住的地方吗 哪有当爹的收儿子的钱的 我还没老呢 说到这个 我想起来前两天前公司的主管给我发消息 求我回去工作 把我辞退了 他们才发现 原来公司里程序的底层代码都是我写的 没了我程序一直出book 公司的老总为了这个每天都生气 主管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求我回去工作 我也不是个狠心的人 当初我毕业后 就是主管把我招进了公司里 这么多年对我也一向照顾 虽然他把我辞了 但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 我也就同意了回去工作的事情 不过我也没打算以后永远在这个公司上班 毕竟以我的技术来说 我大可去更好的公司 我想着也就是帮主管一个忙 然后我再忙自己的事业 陆文卓在沙发上扭来扭去的 哪里像粉丝口中的成熟从容的影帝 我不管 爸 你要不收了我给你转个500万 要不你使唤我吧 我天天开车送你上班行吗 我哭笑不得 每个月给我500万我也花不完 我不是个物欲高的人 不然怎么可能在原公司里几千的工资 一干就是20年 我叹口气 你把车留下吧 我自己开车去 你工作那么忙 别老在我这浪费时间 陆文卓这才满脸高兴的哼着哥吃饭了 我就知道我才是爸最喜欢的儿子 为了避免陆文卓伤心 我第二天特意开上了他买给我的劳斯莱斯去了公司 我把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 从车门里出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我的同事李晨 从他的二手桑塔那里出来 看见我 他就是一个 李晨看了看我 又看了我身后的劳斯莱斯 眼里的肚恨一闪而过 他一句话没和我说 就转身离开了 我和李晨是同期进公司的 只是和我不一样的是 李晨是大专毕业的 成绩烂 技术也不行 但他人会钻营 嘴也甜 就这样和我一起留在了公司 我在做技术的时候 他四处和领导搞好关系 为了留在公司里 他也是拼了 娶了一个小股东的女儿 那女人都是三婚了 长得又丑又胖 脾气还差 不过李晨为了留在公司 倒也是忍气吞声地过下去了 我到了公司 主管立马把我拉进了办公司 让我修复公司程序里的bug 我一边修 我们一边聊天 我这才知道 当初公司辞退我 还有李晨的手笔在里面 公司里像我这样有技术的人不多 李晨从进公司 就觉得我压他一头 他心眼小 背地里总是说我坏话 听说公司要优化员工 特意找自己老丈人 说了我的坏话 才把我给辞了 不过因为公司的代码出了问题 除了我没人能修复之后 他老丈人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李晨看我更不爽了 就我比他晚进公司的这段时间里 他都在公司里传遍了我的谣言 说我被辞退之后 找不到工作 所以找了的大龄富婆被包养了 今天开着二手牢 四来四进的公司 我打完最后一个代码 和上电脑 嘴角抽搐 什么二手牢 那是陆文卓家前定制的 全球一共三辆 主管小心翼翼地看我一眼 江城啊 你别和他计较 毕竟他 主管做了一个有关系的手势 你无权无视的 好不容易回来上班了 咱低调点 我点点头 说了句谢了 虽然我也用不着低调 我的四个儿子万一知道了这件事 这小公司立马被他们搅翻天了 最近他们特喜欢争宠 每天都问我最喜欢哪个儿子 我被他们问的头都大了 为了不让他们伤心 我天天绞尽脑汁地应付他们 不过主管一片好心 我也就不和李晨计较了 我想着 我在这公司也待不了几天 这些年 我手上一直有一个新的研究 出成果了转手卖掉 至少能卖两个亿 我算是友情帮前公司修复一下程序 只是我没想到 我不犯人 人去来犯我 李晨在公司里联合了一堆小跟班 把我孤立了 这也就算了 在晨会上 他居然明着给我下半子 李晨仰起头 鼻孔朝天 王总 咱们公司不是正在找代言人吗 我看这个活交给江城就不错 他的语气意味深长 毕竟我们江城本是大着呢 几天不见就穷逼翻身 开上劳斯来斯了 他只要 李晨龌龊地比了一个在床上的首饰 费点功夫 他身后的金竹 能不给他把是干城吗 晨会上的男人们哄堂大笑起来 我们公司里男多女少 都是男人 他的话外之意大家都懂 我皱起了眉毛 正想反驳 主管站起身连忙说 哎呀 我们把江城请回来 是专注修复代码的 这种请代言人的事情 我们还是交给市场部吧 李晨看了看主管 轻斥一声 我问江城呢 你这么着急跳出来 你是江城的狗啊 主管气得脸都红了 你 李晨吊耳郎当地把腿搁在桌上 一副公司是他家的样子说道 我 我怎么了 皇帝不急太监急 江城都没说话呢 你先跳出来了 我正要说话 陆文卓的电话打了过来 喂 爸 我在你公司楼下呢 我妈让我给你送爱心早餐来了 我与其温柔下来 你在楼下等等我 我就下来 李晨嗓门大地说道 江城 你真把公司当你家了 开着会呢 你要去哪 不会是包养你的大妈在外面等你吧 我不耐地从桌上捡起一个文件 扔向了李晨的头 李晨顿时熬的一声叫了起来 老子 我冷声训斥 闭上你的狗嘴 我正要和陆文卓继续说话 才发现电话断了 会议室外传来段铃和陆文卓的声音 滚开 我找我爸 别拦着我 要是我爸掉一根头发 老子让你们公司吃不了兜着走 段铃满是匪气的声音从会议室外传来 我有些惊讶 段铃在我面前乖得跟小猫咪似的 原来都是血脉压制嘛 下一秒 段铃把门踹开了 他表情桀骜不逊 谁刚骂我罢了 陆文卓在他身后四笑非笑 你们公司不想开了是吗 李晨满脸的力气 在看清楚陆文卓的脸的瞬间僵硬住了 陆文卓 不过他并不把陆文卓当做一回事 不过就是个娱乐圈的小鲜肉罢了 考虑火的 能有什么背景 他很快松了一口气 不屑地说道 你是江城儿子 我警告你 少管我们的事 不然我让你在娱乐圈里身败名裂 陆文卓眼里的笑意未达眼底 他举起手机 给顾明打了的电话 你干嘛呢 爸都欺负了 你还在哪开会呢 算了 不用你过来 段铃也在 你把这鸟公司快收购了 陆文卓的视线 一到了会议室的公司logo上 叫振兴网络科技公司 下一秒 陆文卓挂了电话 和段铃走到我身后 跟两个保镖一样 李晨脸上的表情抽出了一下 你们在玩什么过家家 我们公司是你们说收购就收购的 江城你要是有这么大能耐 还和我一起在这里干二十年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 显然其他人已经信了陆文卓的话 只有李晨因为恐惧而不敢相信 一直不断强撑着找着所谓的证据 来证明这件事是假的 会议室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响起 让他像是一个小丑一样 没一会儿 公司的高层怒气冲冲的 全都冲进了会议室 其中就有李晨的老丈人 他老丈人都六十多了 还一股牛筋 冲进来一巴掌就把李晨扇到在地 你个废物 半点本事没有 就会惹祸 现在好了 老子手里的股份也没了 公司的老总点头哈腰的 看向段林和陆文卓 刚刚顾总的助理 让我来联系你们的两个是吗 顾总说 公司后续都有你们做主 段林拽的不行 问我干嘛 问我爸 这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才转向了我 一个过去在公司里 透明了二十多年的小职员 江城 老总不愧能经营一家公司 查研观色的本领一流 他舔着脸 恭敬地问 江先生 您看着 我被几个儿子迅速的动作 搞得心里暖暖的 既然这样 我也不能不顾及儿子们的孝心 我指了只李晨 把他开了 等下我儿子的律师 会给他发律试寒 说完我看着自己工作了 这些年的公司 眼里没有半点留恋 就这样吧 我对你们也没什么想法 本来也就是 看在主管的面子上 回来修复伯的 既然这样 我就走了 段林一脚踹在会议桌上 要不是我爸温柔 老子今天就把你们这些烂嘴东西 全都开了 我站起身 拍了拍段林的肩膀 行了 走吧 我在李晨苍白着 不敢相信的惊慌神色里 和其他同事震惊表情里 离开了公司 我边走边问 怎么搞这么心事动众 陆文卓笑咪咪的 像是个狐狸 我爹都被欺负了 还低调什么 我没说话 只觉得有儿子真好啊 尤其是当我接到我奶的电话 说他在老家 被我妈从楼梯上推下去 摔断了腿 楚思奇立马开着车 亲自带着团队 把奶奶从老家接到深海市 来治疗的时候 我终于完全接纳了 我的四个儿子 在病房里 我奶颤巍巍的说 江城啊 你妈 你妈把家里的 之前的东西都拿走 她跟祝爷爷他爸私奔了 我有些震惊 我妈今年都六十了 怎么还学人玩私奔这一套 我才从我奶的口中 知道了真相 原来我是我奶捡回来的儿子 我妈当初出轨 生下来祝爷爷 惹得我爸人都极端了 要不是因为这个 我爸也不会去赌博 我奶为了让我爸别那么伤心 把我捡了回家 没想到我也拉不回我爸的心 我爸彻底堕落了 而这些年 我奶怕引起我和我妈的隔阂 这件事从没和我说过 当初为了让我娶祝颜言 也是我妈和祝颜言 两个人合伙出的主意 为的就是我奶手里 有个牢古董 是个玉琢 哪怕我爸欠了一屁股债 他都没拿出来过 说玉琢是给未来孙媳妇的 他俩设了的套 想骗我奶的琢子 我奶也不是傻子 藏了半辈子 没想到被我妈活生生的抢走了 听得我火都来了 我奶哭得老泪纵横 江城啊 是奶奶对不起你 我拍着奶奶 奶 没事 现在我出息了 我赚了好多钱 以后你只等着享福就好了 说着 我喊来了四个儿子 给我奶介绍 奶 你看 我还有四个儿子 段铃他们四个奇声声的喊了句 太奶 四个大孙子给我奶吓够呛 我奶颤巍巍的问 我这孙子哪里来的 我只好苦笑不得的和我奶解释了个中原委 我奶笑着点头 好啊 好啊 我们江城以后不是一个人了 我这老东西死了也能放心和上演了 楚思琪坐在奶奶床上撒娇 太奶 你放心 有我在 保管你活到一百岁 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 我把想要报复的心给按捺了下去 为了奶奶 也为了四个儿子 我终于是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毕竟四个儿子都优秀 我这个当爹的也不能差不适 南大是华国一流的学府 我能从其中的计算机科学系 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 自然手下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我在网上找了两个和我理念相关的合伙人 成立了工作室 我们主要是以通过研究视觉方向 来探索人工智能的新方向 我这些年私下里也有研究 很快成果就出来了 这是一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突破 可以应用在汽车 电脑 手机等各个领域 我选择了和顾名的公司合作 毕竟肥水不留外人田嘛 在签合同回家的时候 我居然在小区里 遇见了我的前妻朱颜颜 她手里跨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老头 她满脸讨好的说着什么 我想着 正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正想找人弄她和我妈 结果她就出现在了我眼前 朱颜颜的审美真是越来越差劲了 以前她的出轨对象 好歹都是同龄人 现在都爱上有钱老头了 朱颜颜一眼看到了我 她脸色一变 抬着头 高傲地问我 哟 这不是江城吗 你怎么在这儿 送外卖 说着 朱颜颜还扫尸了一眼 我身上的评价短袖 朱颜颜还是这么争强好胜 不过我身上这件短袖 只是我觉得穿着舒服 正好等下准备去健身房 所以我就没换 没想到这身装扮 在朱颜颜颜里 居然呈送外卖的了 干瘦老头看着我 面上有些高傲 颜颜啊 这是谁 朱颜颜狠狠瞪了我一眼 似乎在威胁我不让我说出去 我们的关系 老公呀 这是我以前的邻居 老头撇着嘴 有些刻薄地说道 颜颜呐 你这是穷根没断 什么穷邻居都要忍 朱颜颜谈媚着接话 是的呀 老公说得对 我没忍住问道 朱颜颜 看着这个干磅老头 这句老公你真叫得出口啊 你是在叫老头还是叫钱啊 朱颜颜被我对得一口气没喘上来 他站在我不远处的地方 像一只强撑着自尊的绝强鸭子 呵呵 江城 你是不是记恨我 他一脸甜蜜地搂着干磅老头 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成华科技的工程师 年薪两百万 你得赚一辈子 我内心觉得好笑 我今天卖给成华科技的技术 卖了两个亿 还是看在成华科技 是我顾名的份上 我给他的优惠 朱颜颜从小就看不起我 我知道 当时我们两家住在一起 门对门 我爸是毒鬼 他妈爱打麻将 可是他和我不一样的是 他从来不靠自己 朱颜颜从小就爱靠男人 没饭吃就找学校里有钱的男生恋爱 没衣服穿就和混社会的大哥谈恋爱 他看不上我 觉得我装清高 我也看不上他 我觉得他不自爱 甘把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 扔到我脚边 我眯着眼睛看了一眼 张公 好像有点耳熟 朱颜颜和张公脸上是如出一辙的不屑 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 还不滚回属于你的地方去 朱颜颜今年也不年轻了 四十多的年级 艳丽的眼影周围有些皱纹 我撇撇嘴 这张公的审美也一般 这女人的刻薄 我眯着眼睛问道 你妈呢 朱颜颜发现我好像知道了什么真相 脸上的慌乱一闪而过 但是看了一眼我身上的穿着 又觉得我先不起什么疯了 于是朱颜颜冷笑道 装什么逼呢 你能不能住得起这里我还不知道 三千块的工资 你得从夏商周开始打工 才买得起这里的房子 我不耐烦地转身 却意外地看到了 朱颜颜身后站着的 四个千娇百妹的女人 眉眼间 和我刚得的四个儿子有点像 最左边的那个 穿着大红色的连衣裙 肤白貌美 眼神里都带着皮腻高傲 这个应该就是顾名的妈妈 顾世威了吧 我努力回想着 好像在水上乐园 曾经有一个穿着红色泳衣的小姑娘 在大滑梯上撞进了我怀里 左儿那个 超短裤和吊带 马尾高高扎在脑后 露出绝美的混血脸来 这个就是当初 被我从水里捞出来的断铃的妈妈 断白月了 右衣的女人 穿着白色的连衣裙 温柔甜静 安安静静地站在最边缘 一双眼睛湿漉漉的 像是小鹿一样 应该就是楚思琪的妈妈 楚书和了 右儿的女人 是里面最美的一个 像是被上帝仔细雕刻出的五官 眉眼间顾盼风流 只是简单的风衣 都遮挡不住她身上的气质 不愧是影帝的妈妈 鹿南枝 不过他们怎么来了 这时 朱颜颜也回头看到了他们四个 她眼里的肚恨一闪而过 来自女人的极度心 在这一刻填满了她的内心 不过要是朱颜颜知道 她面前的四个女人 其实和她年龄一样 估计气得脸都歪了 我挠挠头 你们怎么来了 朱颜颜看我 冷亨 江城 你做什么白日梦呢 光是幻想自己住在高档小区 还不够 看见个美女 就觉得是自己认识的了 朱颜颜的语气酸溜溜的 倒也是 他们看起来和你这种穷逼挺配的 说着 她挺起自己刚做的假胸 挽住了张公的胳膊 这是她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可惜张公的视线死死的 粘在对面的四个美女身上 顾时威声音和外表一样遇见 她促眉抱怨着 见了儿子 怎么不知道来见见我 我被问得有些心虚 毕竟我能接受自己多了四个儿子 但是要让我见孩子妈 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啊 尤其是当我知道 他们四个女人打得堵之后 我更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了 朱颜颜敏感地捕捉到一个关键词 孩子 她不敢置信地回头看我 江城 你结婚了 她表情几乎都扭曲了起来 还有人看得上你 我对她的不耐烦 终于到达了顶峰 朱颜颜 你有病吗 能别老盯着我 我只要过得好一点 你就跟死了妈一样 朱颜颜尖尖利的声音响起 你敢骂我 她推了推张公的胳膊 老公 你说句话啊 张公这才收起 粘在顾时威他们身上的眼睛 为自己新的老婆出头 你这个年轻人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非要逼我叫保安吗 说着 她拿出手机打给了保安 高档小区里 保安24小时巡逻 两分钟内就赶到了 张公不耐烦的说道 把她赶出去 打扰到我老婆了 保安看了我一眼 愣住了 保安为难的说道 这 朱颜颜瞪大了眼 业主的话你都不听了 你光拿工资不办事啊 你还不如看门狗呢 保安表情寅远的说道 不好意思 这位先生也是我们业主 朱颜颜瞪大了眼睛 大声说道 怎么可能 我冷笑 怎么不可能 朱颜颜 你和你妈两个人 真是算计的没完了是吧 我但凡过得好一点 你们就着急 怎么 怕我报复你们 朱颜颜充耳不闻 伸出长长的支架 只想对面的四个女人 那他们呢 保安说道 不好意思 他们也是业主 这时候段白月说话了 他笑眯眯的看着我 江城 你不介意我们做邻居吧 陆南枝白了他一眼 你又想干什么 楚叔和温柔的说道 就是啊 说好我们公平竞争的 你又偷偷搞小动作 段白月抱着胸 千 你们装什么大一把狼呢 你们不也买了房子 我叹了口气 姑奶奶们 你们看上我哪里了 我改还不成 他们四个还没说话 朱颜颜就像是 凡人的苍蝇一样说话了 我说呢 江城 阔起来了 原来是傍上富婆了 他隐晦的看了我一眼 你能行吗 毕竟当初和我结婚的时候 你可没有碰我一下 他还没说话 顾诗微笑着走到我旁边 温软的手握在我的手腕上 我们江城行不行 我可比知道多了 顾诗威一聊头发 毕竟我们儿子都二十多岁了 朱颜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 指着我破口大骂 好啊你的江城 你他妈出轨 你 朱颜颜还没说完 我就拿出手机 给陈华科技的经理打了个电话 喂 你们公司是有个叫张峰的工程师吗 对 麻烦帮我开了 我挂了电话 退后一步 有些嫌弃的看向了 朱颜颜浓郁的妆容和刺鼻的香水味 朱颜颜 我真的忍你很久了 那我送你和你妈一个大好前程 喜欢钱是吧 你们两个一起去非洲挖金矿去吧 哪里老头多的是 特适合你和你妈 说完 我测了测身体 示意我孩子的妈妈们先回家 剩下的回家再谈 别再被朱颜颜这个女人影响了心情 故事微凑过了吻了吻我的脸 留下了个红唇印 江城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果真没错 我猝不及防 没躲过去 段白月紧随其后 也凑过来 亲了我另一边脸一下 嘟闹着 我可不吃亏 陆南芝跟在后面 笑咪咪的亲了我一口 他们都亲 那我也亲 楚书和在最后 脸红红的 犹豫了好久 才下定决心 闭上眼 连起脚尖 轻轻揉揉的在我脸上留下一吻 楚书和什么都没有说 害羞的跟在他们三个人身后 进了壁动 这时 张公也接到了辞退的电话 他挂了电话 冲过来 横奋给了祝颜颜一个巴掌 以着娘们儿 给老子惹祸 祝颜颜被打到在地 他却毫不在意 一直紧紧的盯着我 江城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送你和你妈去非洲 祝颜颜 你和你妈折磨了我半辈子 真的很恶心 张公讨好着我 哎呀 江总 你看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辞退我呢 我可是退休反聘回来的 这我知道 刚刚成华科技的人和我说了 张公喜欢赌博 把自己的存款赌得一干二净 为了赚钱才重新回公司的 段林给我回来的消息 爸 帮你搞定了 今晚送祝颜颜那个女人和他妈走 记得给我妈加一分 我妈真挺喜欢你的 我嘴角微抽 这几个孩子 祝颜颜满脸悔意 抓着我的裤脚 江城 你看看我啊 我错了 我不敢了江城 祝颜颜的声音里满是哭腔 我抬脚离开 祝颜颜的话 我是一句不会信 更何况我房间里有真正喜欢我的女人 真正的喜欢是她们那样 不打扰 默默付出 而不是祝颜颜这样打压我 绿了我 又伤害我的 我打开房门 门里的四个女人笑着问道 你回来了 全文完 谢谢大家 اشتركوا في القناة